王小飞的故事有了新的进展 在遭到复婚拒绝后 王小飞和他的父亲汪大爷一起前往台北 父子俩邀请了大S的母亲共进晚餐 小S曾一直想介绍他的母亲给汪大爷认识 这一次终于实现了 然而汪大爷和张岚虽然离婚了 但仍然保持亲密的关系 所以他们可能不会考虑再婚 年过六七十岁的他们相伴到老 也是一种美好的安排 王小飞在中午十分开启了直播 他躺在床上的声音沙哑 似乎是生病了 视频制作不易 请大家先点赞再观看 我没有亲眼目睹他的直播 只是看到了一段录屏的片段 王小飞显得情绪失控且生病了 他的眼神流露出抑郁的迹象 他并不明白为什么网友们要骂他是恋爱呢 他愤怒地指责大S的经纪人和律师 是极为狡猾的人 王小飞留在台北的原因 是为了陪伴他的孩子 多陪一天也好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 王小飞即使在发疯 也舍不得骂大S 相反 他把怒气都撒在身边的人身上 以前认为是小S和S妈害了大S 而现在认为是经纪人和律师在捣乱 有网友提醒王小飞 也许明星的声明都是经纪人代谢 并得到明星本人授权的 这也代表了大S真实的想法 大S已经不再爱王小飞 只有王小飞自己还在为一些琐事纠结不休 王小飞在直播时情绪失控 状态很糟糕 张兰甚至与他连迈 喊王大爷把儿子的直播关闭 然而王小飞却不肯关闭 张兰叫他快回北京 因为他已经无法继续照顾自己了 所以儿子应该尽快回来接班 张兰对于生了这样一个儿子也感到很无奈 毫无疑问 王小飞的性格确实存在问题 有人说巨蟹座的男性都有某种特质 但王小飞的疯狂与巨蟹座无关 在这个人生中 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 会爱上不同的人 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王小飞和安一轩有着多年的暧昧 却始终没有走到一起 与大S见面后 他们很快结婚了 用天雷勾电火来形容这一切非常贴切 十年前 王小飞是全民老公 而大S比他大五岁 作为一个演员 他正处于尴尬的年龄 他年纪太轻眼妈妈的角色 又不够成熟演偶像剧 处于一个不三不四的阶段 但他找到了一个好接盘侠 明明王小飞有更好的选择 但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大S 在举行婚礼时 大S已经流产了 本应该需要休息 但他还是办了婚礼 这说明两个人的发展过于迅速 快速的热恋也会迅速冷却 最终 两人的婚姻在生下两个孩子后 走到了终点 王小飞在这段感情中扮演了被消耗的角色 而对方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却无法解脱出来 有人说 王小飞重新定义了色衰而哀齿这五个字 大S一直被人们看作是个身体不好 整天躺在床上的女人 性格也不好 经常要搞王小飞 纷争不断 王小飞却不断往返于台北和北京之间 想带儿女回北京 他到底是舍不得儿女 还是舍不得大S呢 无论他怎么说 我们都看得出来 他不忍心离开大S 因此 他情绪时好时坏 晚上还很活跃 白天却为蜜不振 他或许不明白 为什么婚姻会走到这一步 性格决定命运 大S喜欢像剧剧业那样酷酷的男人 而王小飞的性格过于温和 他还要依赖大S 给不了他安全感 王小飞曾被张雨琪打脸 被陈剑周揍 还受到了张盈盈的嫌弃 似乎谁都可以欺负他 母亲张岚性格强势 王小飞则很软弱 张岚鼓励儿子撑起来 尽管父母年纪大了 但他必须自己独立面对生活 每个人都会遇到许多糟心的事 你被老天爷赋予的使命 就是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他 人活着一定要有信念 爱二不得是人生的常态 即使在优秀的人 都必须承受爱情的痛苦 习惯就好 孩子被大S拿捏 有家不能回 我该怎么办 王小飞再次发声 述说内心困惑 在日前 互联网上流传出 王小飞的发声 再次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王小飞发声称 孩子被大S拿捏 自己无法和孩子 有更多的交流和相处 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和痛苦 这样的言论引发了公众热议 众人纷纷围绕着这个话题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 孩子被控制 王小飞感到束手无策 王小飞在发声中表示 自己很无奈 孩子被大S控制 自己无法与孩子有更多的交流和相处 这让王小飞感到了不知所措 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 才能改变这种局面 王小飞的发声 引起了很多家长的公民 许多家长纷纷表示能理解他的感受 并给予了鼓励和支持 二 大S的行为引发舆论质疑 在王小飞发声后不久 公众开始对大S的行为表示质疑 有人认为大S过于控制孩子 限制了他们的成长和发展 也有人认为作为父母 应该给予孩子更多的自由和空间 不应该过于干涉 这些质疑使得大S成为了公众讨论的焦点 也让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在教育孩子时取得平衡 三 教育孩子需要平衡的考量 在讨论王小飞和大S的问题时 不少人开始思考如何在教育孩子时取得平衡 教育孩子既要有规矩 也要给予他们一定的自由 让他们能够自主探索和发展 同时 孩子也需要学会尊重父母的意见和规定 与父母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交流 教育孩子需要父母之间的默契和合作 共同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贡献力量 四 寻求专业的帮助与解决方案 面对自己无法与孩子有更多交流的困扰 王小飞也表示他正在寻求专业的帮助和解决方案 这一点也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父母需要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 寻求专业的帮助和支持 以帮助孩子更好的成长 专业的辅导和指导可以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 帮助父母和孩子建立更好的亲子关系 五 关注孩子的真正需求 为其创造良好成长环境 最后 无论是王小飞还是大S 都应该关注孩子的真正需求 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家庭教育不仅仅是父母的责任 也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 只有孩子在温暖和谐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才能够快乐 健康的成长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孩子的成长 给予他们更多的爱和关怀 王小飞的再次发声引发了公众的思考和讨论 也让人们重新关注起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问题 教育孩子需要父母的悉心呵护和教导 也需要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希望王小飞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与孩子建立更好的沟通和相处方式 同时 我们也需要反思我们自身的家庭教育问题 共同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贡献力量 王小飞与大S的婚姻可谓是闹得沸沸扬扬 二人在离婚后 大S便与韩国人聚聚业重组家庭 不过 在10月9日凌晨 王小飞与一名主播连迈不仅透露出三个关键信息 还直言想与大S复婚 王小飞究竟说出了哪三点关键信息 又为何想要复婚 三条重要信息 王小飞在与情感主播连线的时候 首先爆出自己想要与大S复婚 并且也直言自己仍然还爱着大S 紧接着她说出了关于二人之间的三条重要消息 首先 她透露出大S正与聚聚业分居的状态 作为韩国人的聚聚业并没有生活在台北 第二 大S近日身体不适 非常需要人照顾 并且她作为女明星 肯定是需要被人保护 被人爱的 第三点讲出二人的孩子 现在正与王小飞生活在一起 所以大S身为自己的前妻 一定不会抛下她不管 并且自己也一直挨着她 一直想要复合 二人婚姻 其实二人从相识到步入婚姻 也只用了三十天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闪婚 二人在2010年的9月30日 共同参加安逸轩在北京的生日宴 在这场宴会上二人聊得非常投机 于是在次月的28日 大S便与王小飞举办了订婚仪式 此时的大S在台湾有着一定的名气 但是在大陆还没有很多的观众员 而王小飞此时可以被称为京城厮少之一 不仅身价高达81台币 还有着家族连锁餐厅 这样的女明星和富二代的结合 在大家看来一定是一场利益互换 不过也确实如此 大S想要打开内陆的市场 王小飞作为京城富二代 是一个绝佳的人选 不仅有钱有资源 还对大S一见倾心 并且王小飞也可以利用大S的名气 为自己的事业开疆阔土 毕竟他是个十大师的马宝男 并没有什么能力 二人在相见的第四面便走进了婚姻 在11月16日到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登记结婚 不过他们的婚后生活矛盾频发 毕竟相处仅仅一个月 互相都不了解 也不清楚对方是不是真的适合与自己成家 矛盾分歧不断 大S在婚后曾与王小飞共同在北京生活过一年 但后来大S总亦不适应北京的生活跑回台北娘家 这让王小飞非常苦恼 大S认为北京不适合居住的原因有两点 其一认为北京的天气非常干燥 身体经常出现不适 第二点则认为北京的家中有蟑螂 这对于北方人来说简直就像是笑话 要说蟑螂多的地方 首当其冲的一定是相对潮湿的南方 其实说白了 不过就是大S就是在各种找理由 不想与王小飞共同居住 也即是在这时候 王小飞的事业上正在走下坡路 由于王小飞家中的翘江南上市失败 由于王小飞的母亲张兰 所签的对赌协议失败 逐渐的大S开始对王小飞一家嫌弃 即便是在逢年过节 大S都不愿意与公婆在北京团聚 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回北京与爷爷奶奶团聚 为了一家人能够团聚 王小飞只好长期在台湾与内陆两地奔波 就连王小飞的妈妈对此也很心疼 长期两地奔波的劳累以及两地分居 这对夫妻感情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离婚风波时 王小飞曾也因为此事在微博中指责大S 二人的矛盾并不是一天两天的 除了分居之外 二人有很多生活理念都不相同 他们二人拟曾上过一档综艺 仅仅通过镜头就已经看出 二人有很多理念不合的事情 而真正在生活中 这些问题只会越来越多 给双方造成越来越大的心结 有人说遇到理念不合的问题 难道不能商量和平解决吗 或许王小飞是有这个想法的 但从镜头中就能看出 二人因为卤羊肉产生分歧 但大S不仅态度强硬 还表现出不耐烦 最后直接选择逃避解决问题 这种类似的事情一定不在少数 不过对于大S这样一个强硬的性格来说 他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毫不奇怪 再加上二人闪婚 对双方都不是很了解 王小飞认为大S是一个温和随性的人 毕竟他在和朋友相处时 非常招人喜欢 但大S实际上的性格是表面温和 实则充满杀气 而且虽然大S讲话很温柔 但其实他有着非常强势的性格 王小飞一直给大家的印象 则是对妻子十分包容 一直有着好丈夫和好爸爸的称号 可其实他经常被爆出 对外人言语粗鄙 毕竟经常讲话非常大声 还会在喝醉酒后 直播与美女连线 种种二人之间之间的相处 都表现了不合适 用大S妈妈的一句话 来评价这段婚姻就死一个自忍 双方对于这段婚姻都在忍 可是人总有爆发的一天 离婚风波 果然在2021年宣布离婚 二人在离婚说明中解释是和平离婚 并且会共同抚养孩子长大 不过关于离婚财产如何分割并未说明 当年二人结婚的时候 很多网友都把指责大S 正式加入豪门 其实不然 王小飞的家庭实力固然雄厚 可大S也并不缺钱 并且很会赚钱 不过令人没想到的是 离婚后的王小飞对大S 在网上展开猛烈的谩骂与吐槽 不过大S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发布一份声明稿 在大S的回击中 尤其提到了一句 驻马六计生意兴隆 这句话可谓是杀人诛心 直接表露出王小飞家境早已不如当年 家道中落到卖麻辣粉 大S在与王小飞离婚后的不久 便与前恋人聚聚业再婚 并且二人竟然住进了王小飞买的别墅中 又网友猜测 这是因为出轨离的婚 也有可能是大S在对王小飞进行报复 而王小飞也不该示弱 遭迁在网络上对王小飞大S一顿谩骂的主要原因 就是在离婚后的开支 还是全部由王小飞支出 并且大S还不让王小飞看望孩子 所以导致王小飞气急败坏 结语 近日在情感主播的直播间 王小飞只言想复婚 不知是出于酒后说胡话 或是袒露真心 不过毕竟二人多年的感情 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放下的 当然王小飞的这个想法 大S本人是不知情的 不过是想大S在得知此事后如何处理 按照大S的性格应该是不会选择复婚 大S与王小飞之间的故事没完了 10月8日深夜 王小飞与某主播连线时 公开表示还爱着大S 声称不会考虑大S是否已婚 至大S的丈夫聚聚业已经跑了 对于王小飞的复合请求 大S透过经纪人做出回应 一、王小飞离婚后 多次向大S求复婚 均被大S明确拒绝 二、大S与聚聚业的婚姻和慕幸福 聚聚业10月中将在台北举办展会 大家震惊了 这两个人怎么没完了 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前一阵的王小飞刚刚上过热搜 他在他在微博中 直接晒出了给大S的开销账单 说大S天价消费 上面从家用现金到房子贷款 再到司机和保洁的费用 全都列得整整齐齐 王小飞说大S再婚了 他就没一物支付抚养费了 因为离婚协议写 共同抚养孩子 现在却连孩子的面都见不到 所以一气之下 在微博公开了这一切 尤其是如今大S的新老公 住着他首付的房子 睡着他的前妻和床垫 膝下还围绕着他的一双子女 生活开销还得王小飞来承担 估计隔水心里都会不痛快 大S王小飞 婚后居住的台北信仪豪宅 市值超过4亿台币 离婚后房子归大S所有 大S这边也是不甘示弱 大S母亲爆料说 而王小飞妈妈张兰 昨晚也在给儿子鸣不平 怒斥大S一家把凤凰拔成突围把鸡 绒毛都得踢干净再一脚踢走 如此不体面的吵架姿态 让人完全想不起 当时大S和王小飞爱得有多赤裂 大S和王小飞的婚姻很传奇 一见钟情 四次见面就结婚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大S就觉得 这个京城少爷和之前遇到的很不一样 他们迅速展开热恋 见面第四次就决定结婚 小S那时候说因为他很了解自己的姐姐强势的性格 但是两个人对彼此的性格的了解真的太少了 他们都不是对方想象中的样子 先说说大S他是一个对自己对别人都狠狠的人 为了在镜头前好看 他给自己规定了42公斤的最佳上镜体重 大S参加综艺节目 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他跟小S阿雅 范小轩组成一支闺蜜旅行团 节目中同行的其他三人都怕他 他甩一个眼神 其他三位立刻乖乖做好 他一直是一个领导者的性格 王小飞不一样 他和大S结婚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喜欢他身边热闹有温暖的家人 因为王小飞从小16岁留学 24岁才回国 整个八年的青春都是截然一身 所以很憧憬这段婚姻 但王小飞和大S结婚后没有磨合的情感 问题开始接踵而至 大S很不习惯北方的气候 总是很想回台湾 再就是使王小飞母亲从商好客 每晚都要招呼客人来家吃饭 厨房的烟火器从未断过 吃饭时 王小飞喜欢把大S叫出来见客人 大S刚开始不情愿 后来他说他已经能控制白眼 微笑向大家打招呼 前几年他们参加一个夫妻综艺 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氛围 王小飞永远都是战战兢兢 有一个很简单的片段就能展现 有一天晚上大S在吃饭 他问王小飞米饭还有没有 王小飞说都盛完了 小心翼翼地问不要给大S再盛一碗食 大S说不吃了 王小飞的无助肉眼可见 后来的大S全力以赴支持王小飞的事业 帮助他的企业代言 甚至变卖自己的豪宅给他投资 但是几乎都打了水漂 大S和王小飞走到如今的这一步 真的很让人唏嘘 当年我们称赞大S感爱感恨 一见钟情定终身 南方也是颜值 财力都匹配的京城四上 现在他们变成了一对 因为钱开思的怨吕 大S一见钟情定终身的勇气 曾经搏命生娃的牺牲 都是基于爱的基础上 但不管是浓情秘义 还有相互扶持的亲情 都被现实生活给消磨殆尽 成年人的生活都不容易曾经的意气